哈囉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以薰 歡迎收看電玩宅宿佩 萬眾期待的十年ARPG大作 Final Fantasy XV 終於要在本月發售啦 而SE對於本作來說 可說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所以11月11號也在日本 PSN 上 推出了體驗續張的 Final Fantasy XV Judgment Disc 剛好可以搭上新上市的 PS4 Pro 主機喔 一起來看看吧 Final Fantasy XV Judgment Disc 這個完整的續張試玩版 於11月11日在日本的 PSN 開放下載 內容比起之前的Plan and Demo Final Fantasy XV 和Final Fantasy XV EPSODUSKI 可以說是完整了許多 最大的差別是副畫面 魔法製作、任務和探索系統均已完成 玩家們出到一個據點時 可以先到餐廳開啟地圖探索點 然後擷取任務 不過一次只能追蹤一個任務 而且內容都是討伐怪物相關 續張的內容將由推車開始 遇見修車手錫德孫女 整眉錫德尼 完成修車後 自行開車到南方港口 準備出海的故事 體驗完後更可以看到一段主角 肉骨頭得知王都陷落 國王死亡的劇情 遊戲易支援剛推出的PS4 Pro 實際測試三種畫質有沒有比較好 就讓玩家們自己判斷啦 不過電視也要有支援4K 才能發揮百分之百的實力啊 這次的Final Fantasy XV 相當罕見地 在上市前推出了三個試玩版 足以見得製作人甜甜端 有滿滿的信心 接下來電玩節速配也將針對 製作人介面會 還有FF電玩大特技 進行專題報導 請大家持續支持訂閱喔 掰掰